中国商务部将研究终止台湾产品的关税优惠 台独势力休想吃饭砸锅 8月18号 国特办发言人在记者行为证实 商务部将依据有关规定 研究终止或者部分终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下 基于台湾产品的关税优惠 这主要是因为民进党当局单方面的限制多种大陆产品收入 违反了非启示原则和普遍取消数量限制原则 不做一些反制 不给台独当局一些教训是不行的了 近些年来 台湾当局蓄意制造两个经贸不平衡的情况愈演愈烈 大陆对台湾开放了几乎所有类别的商品进口 但是台湾当局却明目张胆地禁止多种大陆产品进入台湾 比如台湾的长荣海运 在采购20艘集装箱货船的时候 把大陆的企业排除在外 决定从韩国三星或日本造船联合中选一架 台湾当局宁可从美国进口毒猪肉 也不放开大陆序幕产品的进口 这些丧心病狂的举措甚至延伸到了最普通的产品上 台湾当局禁止进口和销售大陆的螺蛳粉 要求已经进口的产品全部下架 而螺蛳粉又恰恰是台湾民众非常喜欢的食品 因此引起了民众提前的排队和抢购 正因为台湾当局这一系列恶劣的行径 大陆取消一批台湾商品的税收优惠 完全是合理合法又合情的 之所以拖到现在才使用这样的手段 一方面是因为大陆念计两岸同胞之勤 不愿意台湾有关企业陷入困境 台湾不像大陆 相当多的企业规模都很小很小 有一些著名的台湾企业在大陆经营 已经达到了很大的规模 但是在台湾并没有多少员工 如果对台湾中小企业进行制裁 禁止他们的产品进入大陆 那台湾的很多企业就只有关门了 正因为如此 大陆在对台湾使用贸易制裁措施的时候 是非常有节制的 我们搜索了一下过去几年的新闻 大陆仅仅限制进口了某些小门内的台湾商品 比如说渔业产品 茶叶 蜂蜜 水果 化工产品等等 但由于台独当局的执迷不误 大陆对台宽松的贸易政策 也实在是很难执行下去了 不但没有对台独分子形成约束 就是台湾众多的民众 也没有体会到大陆的善意 反而还对大陆积累了更多的不满情绪 正如李敖所总结的 台湾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畏微而不怀德 大陆对台湾采取进口限制措施 是完全有必要的 取消税收优惠 还是一种比较柔和的政策 如果台独当局再在错误的道路上走下去 更加严厉的制裁措施 比如说全面禁运 也未必不是大陆的显像 这对台湾的经济造成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那么大陆对台湾取消税收优惠 有没有可能对和平统一的进程造成什么不利的影响呢 我们都很熟悉中国文化中的一句话 叫做恩威病失 刚柔相继 在处理复杂问题的时候 如果仅仅用温和的手段 往往不能解决问题 强硬的一面也是有必要的 不使出强硬手段 反而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比如在军事上 在2022年佩洛西参访台湾之前 大陆的军事力量是不贴近台湾海岸线活动的 台湾军方自我感觉相当不错 一直认为自己实力很强 但是自从去年8月份到现在 江洋军采取公开的施压措施 废掉了所谓的海峡中线 在台湾岛周围建立了新常态 台军既不敢言更不敢打 活动空间被大大的压缩 这一来 不但台湾岛内 甚至在国际社会上 反思或重新认识台湾问题的人 反而多了起来 所以通过取消税收优惠 让台湾企业 台湾经济蒙受一些损失 同样会促进他们的反思 让他们重新审视一下 自己从大陆夺到的东西 有多么宝贵 自己作为两岸贸易的受益人 应该为和平统一 做一些什么 相信金明的台湾商人们 不会无动于衷 好 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